台湾的飞机就像任意们在国际间扮演小叮当 伸出元首加码送口罩 运送箱子上虽然印着台湾PayPal 但华航机身的China Airlines 让有些人觉得豆腐给人吃了 开始提案华航去中华 时间一分一秒不断增加 这个计时器主题是 林嘉隆承诺华航改名 要帮他计时看看 什么时候China Airlines 才能改成台湾Airline 我们党新任科技厂首度发动攻势 发文还hashtag嘲讽 笑你不敢按指民进党改名 嘴上说说却做不到 就是他们如果真的要拥抱台湾 那是不是也需用一个改名的计时器 那社会更关心 中国国民党改名为台湾国民党 我知道去中心化的是比特币 但我不知道去中化的四八四傻币 看着数位卧龙大战价值黑龙 依然被打成泡泡龙 我就知道过半的执政党不想改 去中这件事可以说不能做 偶尔拿出来用一用 对台湾人民可以说是效果拔群 就算林嘉隆的去中场拳打得不够好 同属正国会的派系掌门人 立法院长游锡坤 亲自示范了一套去中场拳 只有台湾现在叫做中药 我们如果说叫做台女 台药应该也不错 改成台药汉药就是不要叫做中药 游锡坤的这个去中话题 要是闯完全功 超过六千八百名的中医师 未来可能就要更名变成台医师了 我人是掌门人 内功深厚讲话后干 带着走火入魔的心态在打拳 我个人的建议是传统几千年的中医 改成上古中原亚洲医术 AKA上原亚医 改成台医师是因为在台湾的这个中医 那在我们金门的中医要改名叫金医吗 绿针考试一定都拿100分 举一反三针的行 金门是金医 寿山是寿医 法国是法医 只有中立才有资格叫中医 牛师傅别打假拳了 中华航空你他妈改不改 牛习坤今年72岁 AKA水牛伯 正常国家促进会派系掌门人 担任不分区立委 亲自坐镇立法院 就算新潮流拿走了其他位置 但水牛伯还是抢到了院长 刘习坤是民进党创党小组成员之一 曾担任台湾省议员 以989年赢得宜兰县县县长选举 并连任一次 2002年接任阿扁总统的行政院院长 成为史上台湾出生最年轻的行政院长 他当过总统府秘书长 也当过民进党主席 是台湾民主化后 首位达成行政立法双任长的政治人物 他真希望啊 2014年曾与朱立伦对决新北市市长 从大幅落后到以2万票习败 水牛忠旧撞不赢杀石车 但无损游熙坤在民进党四大天王的位置 价值中的价值 中流笔住中最粗的纳根 因为他手上也掌握着 民进党前三大的派系政国会 神威盖世 民进党选后的一连串操作 本来只是不尊重国民党 现在越来越不尊重国民 执政党鼓烂嘴碎 在野党趴着再睡 救一救自己的灵魂吧 台湾时事日日增 干爹迷路老鹅等 劝均加入会员制 老鹅特搜继续耕 现在加入就送老鹅的隔空祝福 以及刷卡成功的解讯通知 就是这么简单 127岁生日 小猫熊又在28号下午1点多诞生 台北市立动物园分享好消息 大猫熊演员顺利产下恶女儿 恭喜动物明星 大猫熊圆圆再度当妈 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小公主姨阿 升级成为姐姐了 以后大家上班时间 又能偷闲在动物园频道上 看可爱萌样的猫熊baby了 主委在加码 台北市立动物园双喜临门 因为姨阿七岁生日了 HAPPY BIRTHDAY WOO 谢谢你 谢谢你 怎么了 怎么了 一个熊掌打翻生日蛋糕 HAPPY BIRTHDAY TO YOU 寿星一样 又怎么不happy啊 虽然姨阿生日没办法进行庆祝 但最后还是提起食欲 啃起了最爱的胡萝卜 看着眼前毛茸茸的大只椅阿 我更能肯定吃的力量了 这小白鼠大小的家伙 怎么吃素吃成巨汗的 原来这年投过的比我好的 不只是家里的狗 2008年12月23日 中国赠送一对国宝大熊猫给台湾 台湾于2011年4月16日 回赠一对长宗山羊与台湾梅花鹿 在这个两岸交换礼物的过程 来的那对大猫熊就是 现居台北市立动物园猫熊馆的团团圆圆 历经5年的备孕和受孕 圆圆在2013年7月6日顺利产女 可爱的伊亚也成为首支在台湾出生的大猫熊 41天大 伊亚真眼了 75天大 伊亚听见了 79天大 伊亚长牙了 99天大 伊亚迈出步伐了 可爱的伊亚从学步的宝宝 逐渐长成亭亭玉立的熊猫 两度拿下国际大熊猫网络票选活动 年度最具性格猫熊奖冠军 2014年货班台北市荣誉市民 是亚中相凌望 五位熊哈雷和派翠克 丹顶和毕格和桂华后 第六只货班荣誉市民的动物 显然九四熊生胜利 熊猫就是熊猫 不要搞成重置熊猫 放下政治只为疗愈 老额就留下一点时间 让该萌没有极限的伊亚 帮你好好进化眼球吧 国际7月7日 请女们别冲动 目前订阅427430 老额感谢即发射倒数 加入会员让额再飞一下午 专属好礼送4U 小吃百合子 看不得人 二十五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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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美 什么 ede Y wanted 我的 ified 这 现在 我們有英國皇帝 現在我們有日本的首席 Shinso Abe 366萬票連任成功 其實在6月18號 他們進行選舉公告之後呢 長達17天的時間 整個選戰是沒有任何造勢活動的 小隻百合子他主打網路宣傳的方式 避免群眾群聚感染 他這樣的方式也引起 其他的候選人起而笑遊 而且這一次呢 其實也有很多民眾呢 選擇提前投票 估計有137萬人 在提早半個月之前就完成了投票 是上一屆的1.05倍 謝謝 接下來花束 小池百合子 以逼近6成得票率 輕鬆連任東京都之勢 儘管今年有破紀錄的22人參選 但全都不是他的對手 普通就是這個時候 是萬歹的東西 但仍然是在疫情中的 真正中 感謝史上最快的開票速度 小池百合子創下0秒當選紀錄 畢竟曾經的東佳 自民黨早就放棄推舉人選 表態支持連任 選舉前民調更一路穩定過半 東京這場戰役 成敗早就是囊中之物 百合這座山 在東京是沒有人可以超越的 小池百合子 67歲 曾是東京電視台的女主播 1992年以日本新黨的候選人身份 當選參議員 並在隔年當選眾議員 2002年她加入自民黨後 一路攀升環境大臣要職 更當上日本歷史上首位女性防衛大臣 2016年7月以2912628票 成為首位女性東京都之士 小池當選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退出自民黨 籌備成立被媒體稱為小池新黨的東民第一會 並以此為基礎逐步吸收自民黨 以及日本國會第一大在野黨民進黨的多名國會議員 再度成立希望之黨 備戰2017年眾議院大選 這畫面跟劇情 怎麼看起來那麼熟悉 好像曾經看過一樣 選舉結果希望之黨推235名候選人 只有50人當選 無法撼動執政黨的地位 小池也表態辭去黨魁 擔心東京都市政 開始為連任哭路 好好哭自己的路 還真的就哭到連任 日本政界眼中的政治肚鳥 輕鬆二連霸到手 繼續當皇家的里長國 到底不敗的東京女帝 歷史能不能繼續 就看她如何帶領東京跟疫情對抗 和明年東京奧運的煙火拖散爛了 快追蹤訂閱老天鵝娛樂 隨時掌握最新動態